高砖的大狮子类 色拉花 卖高砖的狮子 狮子色拉广幻 大家好,我是瑞姐 这位老人家今年93岁 他有八个子女 这是老人家最小的儿子阿龙 他们一家人 共同住在北京胡同 一处私家老院里 我们家住在这儿 如果说350年了 350年 听说北京的兄弟姐妹 因为老人的房产之争 闹纠纷的大有人在 而这一家人却团结和睦 其乐融融 这不得不说 93岁老妈的明智之举 起了很大作用 阿姨,这么多儿媳妇 六个怎么相处得这么好 我怎么说呢 反正一开始都不错吧 一开始都不错 一开始都不错 现在结婚都好几十年了都 最大的儿媳妇有多大年 最大的有60多岁了 也60多了 对,跟自己的女儿似的 和女儿也不分彼此了 对 反正主要的我这没那么些事 没那么些事 不像您的似的 这是全管 管得过来吧 是不是 这儿媳妇也都不错 主要是家庭氛围好 对 孙子孙女儿吧都不错 都不错 都不错 有时候回来呢 张老奶奶 我给您买点这个 我是这个挺好 下回他还给我买 我出去不是十块儿少吗 他们出去十块儿多 买点什么桃酥 还有这个新做的 你尝尝 买点您喜欢的 女婿也不错 哎呦真好 俩女婿我们都在一块儿住 都在一块儿 对,在一块儿 八家 可不是都在一块儿 这么多年了 一直这样好 一直就这样 哎呦 太温馨了 这大家庭很难得 人都说兄弟多了以后 争这个争那个的 没有 我们家没有争的 没有是争房子争地的 都是这样的 哎呦太好了 这方是自己的 自己的 现在是 为什么我们分了八个本啊 嗯 就怕站到这儿 一个本不好分 对 这么分的 分的户户本 可是分了那个本呢 本还在我手里搁着的 哎 没给他们 哦 老人家明智 明智 有先见之明 怕回头分床 就我的一个户户本 怎么弄啊 对对对 这么分的 都很公平 我们分的户本上电台了哎 是啊 嗯 怎么上电台了 那是怎么去的 我也忘了那会儿啊 但是我忘了这儿 那头一次是去的上电台 哦 上电台分的本多 哎呦 怎么去的我都忘了 那时候那个是 那个开着车去那儿去 哦 那个八杆子八个房板 啊 那个两个色样 然后分红 怎么分 就把房子分了 哦 分了现在大家也不分 就是这样 为着妈妈一块儿开心 为着妈妈一块儿快乐 让妈妈多活些年 是我们的造化 对 说的太好了 龙哥 有一个好的妈妈 就是我们从小的时候 受过很多的苦日子 那时候的真是不容易 现在生活太美好了 真的真的太美好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生活 不知道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美好 没错没错 感谢祖国 太棒了 说的 水向三叶 方光好 风着芝芝 把背摇 烟度庄稼 长得好 风吹 买辣 拥搏 踏 当地只是 要 记 老 舞台总在掌声中羡慕 美好总在笑声中延长 陪伴的哪个季节不是春天 绽放的哪个瞬间 没有芬芳 是谁种下满园亲情 风中暗送花香 谁家的日子 悄悄地爬满爱的篱笆墙 在穿越芬帆的淡泊里 用尘世遗留的光点 拼凑一方太阳 亮了心田 暖了时光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瑞姐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